嗨,大家好 在赵卉博士这本营养免疫常说里面呢 赵卉博士有提到心血管疾病 以免疫系统的一个关系 那动脉硬化呢 如果有动脉硬化的话呢 就是说动脉内膜会形成一些斑块 那斑块啊 通常都是由党固醇、脂肪、钙 和其他血液中的这些物质来形成的 因此呢 高党固醇是引起动脉硬化的 主要的危险元素 那随着就是时间的推移啊 斑块呢 会使我们的动脉啊 变得硬啊 变得窄啊 那就会限制含氧血液 流向我们身体各个器官啊 和其他部位的一个速度 那肉心脏无法受到 充分的这些血量啊 和氧气啊 就会引发胸部 就会开始疼痛 那如果攻击给心脏的一部分血液呢 被堵住啊 完全没有办法流过的时候啊 就会引起各位担心的心脏病中风 甚至是死亡 那一直以来呢 炎症啊就被认为是 引起动脉硬化的重要因素 所以说呢 各位一定要好好的来照顾自己的心血管的问题 那因为刚好这几天含流 很多心血管的患者 都已经造成很大的困扰 所以说呢 平常的注意跟保养 一定要来落实 才能够避免得到 动脉硬化 这个病症 因为动脉硬化 各位听到就知道 血管塞住了 血液没有办法流过 没有办法流过 各个器官各个部位 就没有办法获得 正常的一个血氧量 那这样子的话 可能 我们的心脏啊 也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 所以说就会引发中风啊 甚至死亡 所以说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注意我们的心血管的问题 这样子才能够健健康康 好不好 谢谢大家